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飞上广深航台六大小区同时开课 回国过时假 也能拿到美门最多四个学分的美国大学成绩单 所以说 把时间浪费在拉丁尼GPA的学分课上 简直是对不起爸妈负担着的高昂学费和美好的青春啊 三十三天 完成三门十二个学分 完全诠释了什么叫做 一寸光阴一寸金 已参加三次数校计算 按每年休息三门课程 三年就可以毕业了 先达成节省留学在十五万的校目标 JNC 专业 权威 高校 却并不是书呆子下领 并承着walk hard and play hard的办学理念 JNC 被留学生们提供了最酷的社交平台 和最爱的假期活动 篮球赛 油画课 电音趴 一应聚全 谈恋爱不如蹦迪 蹦迪不如来JNC边学边玩 我们在最棒的夏天 等你到来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AACG地组直播现场 我是解说原老飞 今天 ASU战队 ASU学校的战队 BIN HAN MOTUN学校的战队 是的 这两队 不是很了解吗 我也不是很了解 这边看一下 双方的半位吧 蓝色方衣也是搬掉了 上路 这世界赛表现非常好的一个厄加特 这边的话 红色方衣一般 也是搬掉了妖姬 一个非常主流的中单 上路来上这两局 好像都去搬掉了 一个妖姬 也是非常的近 红色方二班 也是直接搬掉了阿卡丽 也是非常主流的一个中上会主选的一个英雄 红色方这两班 就选一个侠 或者是 让红色方选了侠也没办法组合 这边的话也可能是去挡一手凯撒 毕竟凯撒和洛洛组合 即使是 到现在这个版本还是非常的强势 这边看一下红色方第三班 应该是搬掉了一个支 这边应该是 就一下子就把气势先拿出来了 但是这边纳美是选了一个成绩没有换 不会吧 对 先选 辅助先选 所以我说这个辅助先选很具体 直接上面管都不敢 是的 这边看一下红色方也是 正在犹豫 也是直接拿下了一个开团系的答应 拿了一个黄 看一下红色方二选 直接拿下了一个垂石 也是其实跟上一局的下 是的 这边蓝色方二选 是直接拿下了版本非常强势的一个录像 这边看一下 第三选是选拟 可上可达也的一个位置 我感觉蓝色方这边的下路组合对自己相当的自闭 就是前两个人 就是完全不怕对面说我来找个阵容来counter你这样 是的 因为红色方其实也是比较纠结了 正在想想怎么对抗 其实我觉得蓝色方这个版本是比较无解的 包括他去出一个吸烂刀 非常的强势 前期顺一点到中期的时候 因为他那时候伤害点是最高 但越往后起来他其实并不如其他的主流 是的 这边红色方第四班是搬掉了一个主流的中上单 维克托这边看一下蓝色方应该会选择去搬掉一个中单 这边就搬掉了一个可 应该也是想去保一下他们家这个鲁西安 毕竟卢西安才是他们家的后期主力 目前来看 蓝色方前三选来说 其实他们中期打穿能力 或者什么其他方便能力是比较强的 是的 这边 换了一个解丝 一个pook型的对线影响 红色方需要可能往后期拖一拖 达到30分钟 大腿 那个前期如果平稳发表 不要说顺了 没空的话 到30分钟就开始发力了 就相当 输出伤害就 非常高很多 是的 这边蓝色方最后一般是搬掉了一个主流中 南卡莎迪 这边红色方应该会去哪抢一个 直接拿一个 应该是不想给对面鲁西安一个机会了 毕竟再不拿刺客的话 可能会拖不到一个周后期的状态 这个建模 会选 对 建模肯定要 选择一个打野 或是一个中单英雄 也可能是个上单英雄 是的 也可能是一个上单英雄 是吧 卡米尔打野 担了 再选个圣嘛 全球流 也不算全球流 是一个大招 这边再三和蓝波之间考虑一下 最后开弹 很喜欢 所以是个打野卡上单三 是的 但是中单三在世界赛的表现 这边宝贝斯会选择一个中单三 现在这边红色方最后一选 是选择了一个 我还是觉得 三 嗯 这边选择了一个三上单吗 三上单 那这样 这种都出 这种要更好一些 包括一个 有三个输出 不错 这边看一下 其实红色方的这种的话 是想要去 有一个脚跃作为一个刺客 来突进这个奥巴马 但是这边看一下 他又选择了 这个波比 他很有可能就是 来的呢 可能防建模吧 建模开大 但角月其实选出来 他 我并不觉得他能杀掉一个什么人 毕竟这边能打能跑 也能扛是吧 就一个颅线算是脆皮 如果他是做那种 一切无尽流的话 他其实也有一定程度的入度 然后其他点 他都不大可能去秒 辅助把那个 圣盾 不是圣盾 就是那个 鸟鸟河 鸟盾提出来 然后再一个救赎 其实 对刺客相当不友好 打线上的话 其实 角月来说也没有很大优势 如果建模距离拉了到位 角月其实很难 就不是说很难摸到吧 就是会打的比较难受 所以大家一看一下 角月其实这边打了一波TP 其实作为一个角月这样的英雄 他在前中期游走干可能力是非常强势的 是的 所以这边也保不齐会配合一波皇子 然后去猛抓下午也是非常的有可能的 打团能力还是你刚刚说的 对蓝四方比较强一点 中期团战我觉得是这把比赛非常有的看的地方 是的 现在还有一分四十二秒的时间 我们来给 大家 摸一下 我们的广告 是的 那 第五件NACG 北美电竞联赛由北美学生网主办 GNC国际暑期学校平台冠名赞助 NAC去致力与举办海内外留学生高效电竞联赛 日全北美最早举办也是规模最大的 华人电竞联赛赛事组织 同时感谢GRAPT引力越和旅游 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 好 给你一个机会 我来说一下赛事福利 北美总冠军队伍将由 越和旅游提供价值2040刀的 美国地区免费4日精品旅游 北美总亚军季军将获得由 越和旅游提供了价值900刀的 美国地区免费3日精品游 同时获得由JNC国际属校平台提供的价值 最高800刀的回国机票报销 和最高300刀的学费优惠券 JNCNACG推陷专属码 USNACG报名属校 这边公告也做完了还有30秒 那要不我们来打个小赌吧 怎么赌 小赌移情就赌哪边赢好不好 那你先来女士游戏 那我还是赌这个蓝色行对不对 你把我想起啊 但是既然你这么说了 那我就被红色黄加油 行那我们这一波赌个什么呢 赌个什么呢 嗯 好问题 就赞留吧 行不行 行行行 可以考虑一下这一波 看一下这边应该是可以看到双方的符文了 红色黄胜胜点再往后拖 就像拖个40分钟50分钟 大只有实力的话走一吐死这边 就是一个打5个真的好不费力可以这么说 是的 红色黄其实也可以就是像刚刚我想的那样 就用佳文和教育进行一个游走突破 也是主要是还是突破 其实就是在下面那个鲨和纳美 这边看一下 比较中规中矩 并没有突出的可以值得讲的地方 是的 但是我本身以为卡米尔这样的一个打赢英雄 他会选择一个雷霆 这样二次的时候去干开有个非常强的爆发 强弓卡米尔打赢 比较少的剑吧我这么说 因为可能会带来那种 比较多一点 是这样子吗 好像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正常被带来停的卡米尔尔只杀掉 打得非常的郁闷 然后很想放CDC这个位置 这边看一下的话 其实 其实我觉得 其实我没有觉得什么不好意思 实在是编不下去了 但是还好进入了比赛 这边下来写了一个非常俏皮的粉红色圣材 非常的好看 高粉 看来这边蓝色方是抱团 应该是要向下落靠近这边 红色方 脚越是并没有出门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 红色方应该是不会选择一个一级团 这边蓝色方选择了一个比较分散的站位 这边红色方还是等待脚越去进行一个攻击 这边垂石也是完全没有动作 中规中矩 正常开局 并没有一起谈什么的 是的 但是看一下垂石和纳美的位置 对不对 往前走两步 就见面了 转角遇到爱 就看这个垂石 走过去 但是纳美也是及时反应过来 纳美是有想法 但是这边队友并没有跟上 就看这个垂石会不会强跟 并没有 这一波也是 哎 其实我还是比较想看一集团的 说实话 哈哈 不嫌事大是吗 是的 每次就觉得 选了成熙 就一定会有一个一集团 非常好看 那你想如果一箭打起来的话 我觉得是蓝色方应该是优势呀 是的 但是 按控 而且伤害很高 看一下 其实这边是直接进去 蓝色方的红buff后方补了一个眼位 也是 光束打野跟进一下 蓝色方的一个打野动态 一个 王子安这么干 一个空 如果一个插起来的话 可能见魔交代了 是的 这边看一下 两边中单打得非常的和平 也是你也我一下 我也你一下 补兵都补到对面的塔底下快 这边其实看一下的话 卡米尔是 去拿了一个河蟹 并没有打算去干客上楼 但是这边上路三 推线推得非常的近啊 方便也是被消耗了 非常的残 这边 随时我要是卡米尔 好 我去想一波机会 这边看一下皇子的位置 是已经靠近 卡米尔了 这边是转手去的中路 看一下这一波 EQ 空了非常可惜 但是打出来一套雷霆 建模也是非常的伤 图子我们不能从一个庭道上 你往前快一点 对不起 可能是刚刚小卡了一下 非常抱歉 谢谢 就拖到这里一下 然后现在也很棒 那比赛来到了三分四十五秒 对啊 说到 三分四十五秒 刚刚讲了三分四十 从一个频道上 非常的尬 你刚刚说的那波 终于EQ穿起 我之前 没事没事 接下来为大家 非常正式的正规的 非常有专业风度的解除了 是的 那么 这边 上路 是 三比较凶啊 打着波比 有点头疼 是的 但是这边三是没有蓝 其实相对来 来说的话 波比在有被动的情况下 还是比较安全的 就他没有蓝的一个状态 现在 他随时一个狗马来打 说 如先准个反打 李卡米尔闪现 直接把EQ穿死 这波卡米尔干的很相当及时到位 要不然可能 下路的话 会出现一个ADC跟面杀的情况 卡米尔有个双杀 上路再一个单吃 蓝四方这波大节奏 自己 就是上路的个人能力 再加一个打野的非常 有意识的一种干客 卡米尔很相当及时 他是远程的E过来 最后再E过去一闪 直接晕住ADC 再一脚把他踢死 最后黏制了辅数 再把他踢死 一个双杀 卡米尔这波机 相当的大 也肥了起来 是的 这一波的话 一波是直接打出了一千的禁忌 其实在五分钟的一个状态下 是非常的亏的 三个火一大部分 是的 是的 本来下路 本来红四方下路 纯石先手勾到 提交好机会的 这边眼眉没有做好 给卡米尔一个可乘之机 是的 这边有一个细节 纳美是直接跟进 给了一个卡米尔一个异技能 成功留下了群石 其实 不然群石一个想象的话 应该是可以跑走的 是的 这边蓝四方配合打的是 非常的完美 其实从眼位上来看到的话 红色方的进攻性眼位 非常的多 但是这个黄子 他并没有选择去进行一个进攻 那这边看一下 卡米尔能不能跟上 卡米尔跟上 比较困难 毕竟黄子也敢过 卡米尔在这可能要死 这边有一波加速的话 这边其实都都是成功跟上了 但是这边纳美是成功Q起来 卡米尔也是成功帮助 纳西安拿下来人头 对 这边看一下 大嘴是落后了 但是被一个减速 这边也是 我觉得这不 角鱼有点 不应该点灯的跑的呀 因为毕竟黄子 一Q闪 把卡米尔穿起来了 他找个机会 他打一下 说不定了 是吧 他这样直接追 在卡米尔脚下有一个加速的情况下 其实 他怎样都是死 但是我认为 送卡米尔 其实要比送奥巴马还好一些 也还好 他如果刚刚不点垂石的东西 他往自己加速的方向跑的话 往蓝buff的方向跑的话 也不会去世 因为他也没有料到 对面下路支援的会这么快 是的 是下位于波机会 但是并没有把握着 大美那个Q很关键 直接把他弹了起来 然后路线跟上 是的 中路脚位现在很凶 在这边看一下 他凶 是凶在等级的高 这边建模式也并没有打算走 这边皇子是来到了中路 但是蓝色方野卫做得非常的好 应该 并不能干扣到这个建模 看一下这边皇子还在中路徘徊 但是这边 脚位是选择一波回程勾引 但是建模并没有升大 这边其实现在不好打脚位 是的 脚位刚刚一波压等级 就是细节压等级 5级打6级 直接把建模打死 然后细刷卡米尔 所以他刚逃跑成功的话 其实不可能 不好说 那卡米尔 骚扰一下 没有骚扰他 不好意思 现在局势 小骚扰了一下 可惜 插眼的时候被皇子看着了 好 不然也不好说 是的 现在局势的话 蓝色方越战优势 其实这点优势 如果不进一步的拉大的话 也不差什么 就红色方稳住 我还是那句话 脱后期 我大腿就不如你去打5个 你打我怎么办 是的 但是目前状况下的话 纳美这个站位 其实是一直在找机会去 抛起了这个大腿 蓝色方下落 也是完全不给发育机会 就一直空间 这边 这边 红色方黄子的话 也是并没有打算去 帮帮这个下落 毕竟是找不到机会 反思方眼位做得非常的充分 并且这个线也是空的恰到好处 对的 他从几个观点的点 都已经插了针眼 或者到蓝色方眼来防止 这边干坑 是的 看一下 大走 这下落可能还有想法 毕竟大嘴连续死了两次 是相当伤的 杀害也没有 逃跑能力也不足 现在 其实刷了路卡 看一下 有没有机会 现在看一下 黄子这一波 是并没有选择去下落 反而 掉头去了中了 没有抓到 这黄子下落先来迟 怎么说 要打吗 哎呀 哎呀 这角度直接一个远程 那个远距离的Q 直接被打死了 所以是非常可惜 这边看一下蓝色方卡密尔是赶到了下落 但是很可惜 红色方三家草藏有一个野 这边大嘴应该是跑掉了 受掉了 但是看一下黄子是直接选择回城了 给了这样一个发育和一个推塔的事件 这边看一下黄色方并没有人能赶得过去 是 蓝色方 蓝色方节奏比较好呀 他又把节奏掌握在自己手里 刚说啊 如果就这样 2000块钱经济不算什么 但说着说着 他们就拿下一头 然后又拿下两个头 一个头 是的 所以目前的话经济也是领先了 将近3000了已经 嗯 看一下妖姬对剑毛儿有想法 直接一个QR追上 这边看一下剑毛 闪现 非常可惜 这边角月一个大招收下 这边纳美大招是 疯了 在后面 他有没有兴趣反打 这边看一下 是的 阿宝马这个说出来是有的 是直接收下了角月 说实话 角月 也没有也没办法说他冲动 毕竟眼未中的并不是特别的冲锁 随便下落赶到的话 也是并没有一个反应的时间 把剑毛换掉了就亏 是的 一门心思只想杀剑毛 对吧 仇恨很大 就对剑毛的仇恨 是的 不过也可以从侧面看出 剑毛 1v1的话很难大比你角月 因为他需要拉开距离 但角月直接二技能跟上 然后一技能拖回来 就是你扯不开你要Q的最大招开的距离範围 是的 但是其实我认为如果在剑毛有大招的情况 才是不一定 但是两边的经济差其实有点大 相对于角月和剑毛来说 是的 是 是的 是的 这边 这一波算是战和剑魔冲动 然后直接提笔下来 这边上个一塔 就先推下中五一塔的话 应该是能换 应该是能换 是的 应该就两个人想到 还有大招 那就随便打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状态 这边看一下 确实有没有机会 可是空钩了 看一下纳美是一个大招 控住了这个波比 这边也成功拿下波比人头 往死回头盖上 纳美是一个大招不怕的 卡蜜尔 接着卡蜜尔 照亮 这里给黄色魔复活 再被救起来 随时救 神功还没勾到 但是脚越一个大招又好 直接飞上去把纳美斩掉 是的 这一波一开始的话 蓝色帮比较果断 直接上去 强秒波比 但是被蓝色帮后续给 伤害接上 脚越虽然说 被干死三次 但是他伤害还是很高 他一套爆发的话 伤害也不是那种 说说看的 就是能给你造成一定的威胁 是的 红四方在绿位有点崩盘的 这一波中路打的 直接是打回一点节奏 是的 这边也是打回来了一点 现在的话 金字其实也只是 你现在两千左右 并没有拉回来太多 但是 但是相对于脚越来说的话 他这波是一波非常大的节奏 对于他 对于他 现在打到 抽到后期大准装备城 他要靠脚越 他脚越能不冲动 能抓着十几秒掉人 他就做到他该做的事情 是的 他伤害其实很高的 如果让ADC或者 伏助给他逮个正常 一炮直接一秒 不讲法理的 是的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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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的非常有道理 我已经无疑你对 这里抓脚越 没有丢到 还可以调调 所以怎么想反大 没错 现在是好歹打了一波伤号 这边看一下脚越 他应该是并没有打算走 他对自己的伤害 非常地有自信 我觉得刚刚奥巴马 如果中那个脚越Q的话 脚越可以毫不犹豫 直接倒地了 我发了 是的 这边看一下 啊 红色方蓝色方 在两个真眼旁边徘徊 这边脚越是Q中了3 是直接就上去了 丝毫没有犹豫 但是那没没有反应过 这两个真眼三弹 六十弹圈 众里有点糟糕 是的 应该是中单间组织的 没有公众 没公众好 但是想做事 也的心是有的 是的 是的 这边剑模选择 剑模打波比是练势的 剑模只要有那个 波比的W是非常克制剑模 剑模跳不起来 可能一个一页就被波比弹飞 这样子 世界赛比一下的话 也不会拿出剑模去做一个这样的配合 所以 三康选择一个换线 这里 看一下 大准伤害 其实 现在并不高 想留下赛恩 赛恩大招 被 鼓出打下来 赛恩怎么说交闪 是的 其实这一波我认为他们拿下赛恩 对ADC本身也非常的不利 毕竟赛恩死了以后还有一个被动 顶多可以说是一换一 赛恩把下路两个支援给他 下路先锋 下路先锋 下路先锋呢 就是那个 优势吧 不能说优势吧 价值就在于 他放下去肯定是把一支 说他还给装掉 是的 真想到上路波比麻烦了吗 看一下 我应该是 应该是有想法的 但是这边 脚越是攻过来 卡米尔一个大招盖在他头上 纳美大招跟上了这边 奥巴马叔叔跟上成功收下了 脚越黄子盖上 并且拿下了纳美这个人头 大家看一下 不是拿了纳美这个人头吗 对不起 拿了卡米尔这个人头 这边奥巴马叔叔跟上 也成功收下了这个黄子 其实相对来说的话 下方下路组合也是打的 非常的突进 伤害也是满满的 全都是伤害 有空有输出 先看一下波比也是 可惜很可惜没逃掉 波比刚刚 因为你队友都死慌了 但是这边肯定是不想放掉剑膜这个人头的 可能就感觉 红色王非常的针对这个剑膜 不知道剑膜做错了什么 哈哈哈 贾越刚刚强调卡米尔 卡米尔他其实够 然后他打了一套 没有掉就是没有直接掉残 反而还有硬血 黄子这边出来是一个全坛 对对对 就是伤害就是跟不上 大包扣下来都没直接把那个卡米尔扣死 这边和到那个ADC跟辅助直接跟上的话 伤害直接爆炸把两个扣散 刚刚那部团战不是很应该因为少人了 这些是一个在哪里开车直接撞 怎么说 成功勾下但是随时这个灯了 可惜点不到 哎点不到啊 空爆死了 大安三砸起来 然后再Q起来 卡米尔在跟上那个打断 而不是打了就跟上炫鱼 是的 这原来再放出了峡谷先锋 这个中路二塔应该是也不保了 也不保 也不保 大队这个时间点就一箭扬刀 伤害是很够的 剑魔 哎呦不是剑魔 皇子 如果闪现跑掉跑不掉 就大队打死了 这里波比尔交代 大招锤飞一下 挽救不了什么 这里框下那个 克格莫 克格莫的话 在塔里范围也没有冲去跟上 这边一个皇子走位不小心 也是被留下 是的 说实话 作为一个以二塔为 男二塔为目的的一个进攻的话 这一波还赔了一个皇子 这边 开放 非常赚 这波 还四方结构挺好的 就是 连续两波吧 应该算是 中路河道一波 然后 不是中路河道 但是它是达到了一个将近5000的状态 5000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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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是很好 对 蓝色方的话奥巴马就是相当肥的 他伤害真的是 压着这边任何一个人 只要躲过一个关键性技能 你可能就直接死了 还要强下了 是的 包括有一个纳美的配合 完全就是跟进 然后减速 然后空 完全这一点问题都没有 就完全跟在狗仙旁边 很难动到他 很难动到他 我们现在有个鱼巴 没还能控两个手 但是看一下这边这个路 现在并没有选择一个 西南刀的一个 处装 而选择了一个 遗血破 啊 那个 破败跟黑切 是的 跟我想象的有一丝丝都不一样 破败黑切了吧 也并不影响他的伤害 是的 中青 破败黑切伤害 中青是真的猛 所以的话 就是蓝色方现在还是要找 找节奏 就一定要逼一团 逼一团再逼 红色方这个点是难以交价的 就不能给红色方喘气的时间 从而能得下比赛 反光红色方的话 就是一定要脱 反正就脱 我就脱大嘴 大嘴一大无敌 哈哈哈 是吧 其实 在蓝色方有三 然后并且 卢西亚那伤害起来的情况下 其实我认为蓝色方尽量是能躲就躲 这边 这边 这边脚跃是一个闪现躲掉的两个矿子技能 非常的赚 但是他并没有打算走 这边也是直接被三 解锁了 这边看一下卡米亚有没有机会上 并没有 这边 哎 他就要后期对 后面有点 是的 这边脚跃打得非常皮 脚跃胆子也是大 是的 这边看一下蓝色方下落想要去支援这个上楼 看一下这波 这个波比这波走不走 哎呀 这可不如我被留下了 第一将踢死 这波有点不应该 毕竟辅助和中端都不在 他一人在二塔前面这样了 这个走位是不应该 是的 这边看一下蓝色方下落组合 是直接跟进这边剑模 是控制了波比 但是波比一个大招把剑模击费 这边脚跃今生躲掉了一波 这边的话 不然并没有打算走 这波的话 纳美是直接被受伤 纳美是走丢了 对 纳美走丢了 得个正着 好 这波全是很 特别留下 这波一直在打 应该没机会往后撤了 是的 这边奥巴马状态 并不是特别好 其实刚刚脚跃 今天是那些奥巴马是犹豫的 其实时间走就好 这波 纳色方稍微打回一点点吧 毕竟纳美一个头 找到 逮到一个迷路的纳美 是的 打了一波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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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 但我们可以 从刚刚那种团战可以看到 奥巴马这个点 伤害是真的非常爆炸的 我比 其实来说 蠻肉的 他一套进行打下去 就直接残掉了 所以我还是 后续队友跟上 残黑 没怎么样 但是脚跃 其实 如果他在没有 纳美保护的情况下 杀奥巴马 伤害是比较充足的 是的 但是 刚刚脚跃也是 交出了一个精神 其实他如果在没有一个精神的状态下的话 奥巴马和纳美丑丑有语 这边看起来 蓝丝方想要大龙逼团 蓝丑了 就留下来 所以说饮死前饮休 但这个哎呀 就弄下来 倒地了 卡蜜也这么大招 但是开车 再撞起垂死 垂死又往下了 哎 这边非常大的节奏 看一下 这可可娃娃能不能跟上输出 并没有 刚刚那一波 以为得招一个迷路的骂没 结果 这个状态直接发起了 开车撞不过来 以为扎了一个迷路的 没想到人家是个诱啊 对的 他临死前放个Q 玩Q起来了 如果他那个Q 没放出来的话 直接能够跑掉了 蓝丑丑这波有点亏的 是的 其实红四丰 支援并不是非常的到位 其实我认为 如果刚刚黄泽 可可摩更少输出的话 至少能够 收下来一个卡蜜尔吧 应该吧 做一个猜想 哈哈 就只能想象一下 这波还是纳美最后一个Q 和那个卡蜜尔打照里 是的 非常的关键 W跑掉了 被弹下来了 然后就随时在那看扔了 就扔了一下 就直接被 撞起来 就上低了 是的 那随时想要开大招 但是 三大招不是有美意效果 对 除了撞墙 都挡不了 是 这边应该是临场 懵逼了一下 这波节奏对于蓝色 很舒服的 是的 一个辅助换一个 军面一个辅助 中单 中单 5-6 投铁 哈哈哈哈 这波金字差的话 也是达到6000之多 主要还是红色方要稳住 红色方真的要稳住 红色方真的要稳住 这边还是不想放过这个大龙 这应该拿着手 脚越在下 脚越也没进去 是的 这边克格墨也是直接选择回城了 这边只能看黄紫河 垂实是怎么一个想法 这里Q到 所以这应该 难搞 哎呦 我的好子真的惨 这下的好快呀 是的 这边看一下 波比是黏住了 奥巴马直接把奥巴马收下 说实话 这波波比不亏 这边看一下卡米尔是跑掉了 克格墨这波 应该是被剑魔收下了 剑魔闪现一个三段Q 直接拿下来 这边看一下 小月其实把 冰线带到了下路 但是并没有想继续去推了 就直接开龙 就让你过来低团 低团之后 黄紫在那走向抢龙的 就这三个人 三个壮汉直接 了 ADC的夜 然后卡米尔的夜 还有剑魔的夜 就位移穿墙来头都是男士 这里还在这里 哎呀 这边对球一下 这波 真的雪会啊 这本来是 他们有点稳住了 又被黄红收到 这一波大三战 打工递了 虽然说 角月子下面 戴又被留下 上路高地上 上路线的二塔又被推掉 是的 其实这跟 可可可莫离开的时候 他们应该撤退的 但是这边也是想要 有个机会吧 就在比赛里面 摔一把 万万没想到 却被对面秀了一句 这是第三波想动龙了 又是龙坑旁边的 就拉你过来 你打不打 是的 就骗你过来打 骗你过来 我打一打 你不来到那儿 刚好收点 卡了我 直接穿了水龙都不这样 别干你脸 但这一波卡密尔是在下路 他们并没有选择 再去用这个方法了 但是看一下红色方 其实GP站位的 还是比较靠近伤 还是害怕 蓝色方去打这个大龙 但是 总感觉 不会一直都是这样 大龙坑 然后我打你一波 然后我再推你两个塔 我觉得 你应该要吃一下 是的 你也没做好一下 防范一下 是的 毕竟已经是两波了 哈哈 这边看一下蓝色方 又想动这个大龙 也没做得很好 和谐的眼睛就 拍你干净 你就黑了 你不知道我们在干嘛 是的 这边红色方的话 内心十分的挣扎 在考虑要不要去 防止他们打这个大龙 看一下这边 角月是不是对奥巴马有想法 对奥巴马是完全不想跟他 多逗留 对奥巴马在没有辅助保护的情况 角月打一套 可能还是动 他这又开始动 又开始 又开始动 这会打得非常的快 对速度也非常快 这几个火力的都有 是的 这边看一下垂石沟中的大龙 但是并没有下去 蓝色方是直接放弃打大龙 看一下这波会不会接团 蓝色方并没有接 这边也是 是以前长一只是真的吃了 你看看蓝色方也没打算放过他们了 蓝色方也开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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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应该留下了 这里 蓝色方也会被留下 不对 这波团队 蓝色方也开启了 直接是要宰 哎呀宰掉了 所以 所以怎么说 先看一下 主要是蓝色方这边火 就要把蓝色方也开启了 是的 这边都现在一个精神 看看角月能不能收下来 纳美一个Q nice 这波打的 其实蓝色方这一波机会非常大 但是很可惜 克格望是直接认罪的 直播哥 他刚已经切死了 他已经讲道理了 隔了那么多人 隔了一面 想插进去 立即打拉起 而且是在夏恩和纳美 都把大招空掉的一个情况下 我觉得这波其实蓝色方已经做得非常好 就是伤害可能更不够 毕竟角月这边 打卢西安 这个哪个弄出一丝血皮 就是宰不掉 尤其是这个赛 赛第一个开车进场 扛着五个人伤害 扛了那么久 最后又跑开 然后再进来打 就是来回来回 还是没有死掉 赛相当重 是的 对于红色方来说真的是一个噩梦一样的团战 这波 是的 这一波也是打出来将近一万的经济了吧 破掉两路 两个高地 是的 这边红色方还是不愿意放弃这个大楼 还是不愿意让蓝色方就这么轻易的拿下 但是就已经三波了 三波了 我说了还会有第四波进去吗 我觉得是不过三 这边看一下蓝色方改变战略 打算以小龙逼团 看一下这边 卡米尔打得有点慢 这边红色方五人已经赶到了 但是这边 卡米尔有一个逃跑技能 这边还好 这边纳美是大招跟上 这边垂直勾住了青鸡眼 但是 哎呀这不不应该的 剑魔就在往后 客戈哥默可能有倒退 这边键魔直接被打出被动 这时卡米尔跟卢西安直接一 客戈哥默怎么说 卡米尔直接追客戈哥默 让客戈哥不好输出 然后就跟一个上男直接弹c两个人 但是被键魔和大米的气泡流一下 又是一波 这波皇子也难逃 应该是走不掉了皇子 又是一波零换五 这可能一波两 又是一波乙龙逼团 这波随时上头了 不应该上去 就跳着就跟上去了 其实他灯笼给出去 但是脚越犹豫了一下 也是非常可惜这一波 也能抗拒 但是并不管用 这时候静谋配合 虽然直接脱后排发挥几个 虽然说被动被打出来 但他们也跟卢仙 直接激动了一些非常 这种地形阻碍 对他们来说完全 那我们也是恭喜到蓝色方 拿下比赛的胜利 这一波 蓝色方 他这个战术运动非常好 是的 就是龙坑来三波 然后就是丑人 就是怎么说 就龙坑三波 那是太大 其实就有一个优势 反正这个动这个龙 我不会很亏 反正你肯定要来抢 那么看见有机会打团 而且处理得非常到 这边红色方法也非常上头 你想拿龙 我就是不让你拿 我死也不让你拿 就是这样子 就是你 肯定不该去放 真的肯定不去放 但不放的话 就是让你找到你 漏洞一破加的感觉 总之 这场比赛 蓝色方算是一个 打了一个教科数 不能说教科数 是比较优秀的一个团战策略 也是恭喜到蓝色方 现在恭喜蓝色方 ASU成功拿下这一场比赛 接下来的比赛是今天直播的第三场 也是地族的效果 是第二对阵第七 还是我们的蓝色方 是那个ASU战队 我们稍后为大家带来更精彩的解说 现在我们稍做休息 交给兔子来片尾明显吧 这边的话 感谢豪气冲天不差钱 暑期啪体验 全GNC国际暑期学校平台冠名赞助 并协办本次赛事 读暑校声言者辅导者 实习旧者NAC 感谢全球青年人才 设计吸引力Graphy 史上最高质量的职场 设计要为你打造 全球青年军营交流圈 扩展你的职业圈 从Graphy开始 感谢越何旅游的大力支持 越何旅游 您身边的旅行专家 私人定制旅行最佳选择 那么这边的话 我们也是稍做休息 那么下一场见